还在忙 等一下 喂 夏总 您要的CZTV监控内容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 发到您的邮箱了 好 我知道了 有事 怕你一会儿不吃晚饭 过来督促你 不用了 回去吧 你要没时间下楼吃 你告诉我你想吃什么 我下楼给你买 真的不用了 夏总 杨经理也在 夏总 您要的门清洗锣表看一下 晓月 给我倒一杯咖啡 北敏 帮我倒一杯咖啡 好 我帮你一起看吧 我帮你一起看吧 不用了 抛开个人感情不说 我好歹也是一个胆大心细 又严谨的商业伙伴 而且你别忘了 大学说我成绩可不比你差 再说了 你这么多材料 你要看到眼花的话 很有可能漏掉重要信息的 贵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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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看过来着 你对游戏行业这么有见解 又负责这么重要的工作 一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你以后你想看工作随时来找我 谢谢你的好意 我炫过他 在哪儿看 你会参加 我来自行吗 你感觉到这个一步 在哪儿看 也在哪儿看 代表 你去哪儿看 叫她 你 你 我要 傻瓜 不相信我 我就自己查 我等着 你应该休息了 连这个都忘了 其实我觉得你 没必要给星云停职 我都找不到他鲜明的理由 但是目前来看 他确实是最大的嫌疑 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 我回去了 你就帮我叫一下林晶就好了 我和你说了 我们公司现在不接待 任何外部客户 你要是找他 你就自己联系他出去见面 我就是因为联系不上他呀 你要是再纠缠 我就叫保安了 哎 你好 你是惠泽的吧 你认识林晶吗 对 又是找林晶的 还有人来找过他呀 对啊 早上有个帅哥 已经来找过他了呀 不过他从前天开始就已经休假了呀 休假 嗯 他去哪儿了 好像去外地了 我们公司最近要求 不要和外面人说太多 你还是快走吧 在展示会的时候真没发现啊 原来你是这么卑鄙的一个人 小姐 我们认识吗 还装傻 宣传片都做这么吐槽 想必你们游戏 应该做得也不怎么样吧 你这种行为 只会让你们公司在业界丢脸 只会让你们公司在业界丢脸 你这种行为